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來澳門出席慶祝回歸15週年活動期間 宣布中央政府決定啟動明確澳門特區習慣水域管理範圍的工作 對周邊水域的習慣管理範圍可以叫做習慣水域 對澳門的港口發展、維護航道、管理航行的船隻 預防走私和偷渡等都起著重要作用 國務院頒布國務院令澳門特區將依法管理85平方公里的水域 同時調整陸地界線 過去一年,在中央和廣東政府的支持下 特區政府全力進行籌備和協調的工作 在未來,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同事 並會增加有關部門的人員天制 務必做好管理的工作 明確特區管理水域範圍 將會有利本澳發展海洋經濟 加大參與區域合作 為特區的經濟色度多元和持續發展 注入強大的新動力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